好 趕快幫他打分 你要舉出他的點 好的地方在什麼 用一句話來 因為他講到哪個詞 你會相當好 問哪個音手是怎麼樣怎麼樣 優缺都把它寫出來 簡易的寫出來 不行 因為我們不是背稿 我是王二平 今天題目是我願事 我願自己是小朋友筆下的墨損 讓他們在難得童年留下單真可貴的回憶 謝謝大家 你們現在差不多只想三句 兩分鐘好像都兩秒鐘錄下來了 OK 好 下一位 你要先講 下一位就在這裡準備 因為時間不多 等一下 你要先講 誰要先講 那您下一位是誰 您先出來 您的指的下一位是誰 那您就先坐這兒 那個 您先坐這兒 一星齁 那一星您要找誰呢 我 那他下來之後你就坐他的位置 那您要找誰呢 不是 我沒關係 沒關係 都可以的 還您要找誰呢 下一位 你等下一位 就是 下一位就先坐到這個位置 那等一下你就拍他的肩膀 讓你下台的時候讓他坐這個位置 好尷尷喔 好尷尬喔 好 幫自己調角度 好 就是我是鱗魚 然後我的主題是我願事 我願事一場雨 只會在你沒帶傘的時候 偷偷降落在你的身上 然後我願事一棵樹 只會在下屬的時候 為你乘涼 好 謝謝 謝謝 我好像說兩分鐘不是給你 笑不到 笑不到 欸 下一位就先來做假公立格 好 大家好 我是林一星 然後我願事一位咖啡店的老闆 就是為繁忙都市人們 提供一個就是非常悠閒的小區域 讓他們可以沈澱自己的心靈 因為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待在咖啡廳裡面 我很喜歡咖啡廳所營造出來的那一種 很悠閒 安靜的感覺 然後也很享受 在裡面就是 沒有其他人打擾 只沈浸在自己的書 或者是小說裡面 然後隨時 隨時想要的話 就是喝一口咖啡 然後聽聽那種 咖啡廳裡面提供的音樂 這樣子會讓我感到身心愉快 那我想要 如果說想要成為Vicocain的老闆呢 我會想要就是在 都市裡面就是找到一塊合適的地區 然後研究咖啡的品牌 然後調查一下 就是人們對於奶類的咖啡會 會很有興趣 那怎樣的香味 還有那個 在那個咖啡廳裡面的布置 會讓人感到舒服 謝謝大家 我可以先請下一位嗎 我還沒有準備好 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還沒有準備好 不用緊張大家都在練習 都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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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來 來 上來 那下一位就是你 那你可以先點他之後的一位 好 OK 好 好 了解 來 這樣 到這兒 進口這邊小心 來 好 國院是一個 國院是一個庇護所 讓歐洲難民的 讓歐洲難民能夠有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 因為他們在 因為他們經歷過許多的戰亂 還有很多的 呃 困苦 然後 因著政治的逼迫 所以他們不得不 離開自己原本的家鄉 然後 在各個地方居入定所 因此 就是 呃 因此 所以 所以我希望如果 我能夠成為一個庇護所的話 能夠讓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能夠安心的 能夠不需要再去 再去煩惱生存的問題 然後能夠追逐他們自己夢想的地方 謝謝 來 來 下一位 來 下一位 來 下一位 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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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請他先嗎 來 請你後面的都先 來 沒關係啦 你先出來 我什麼都沒想到 沒關係 沒關係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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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給 給我一個人說吧 來 就上來 就上來 不要再一個人 不好意思 我願望的是什麼 我願是誰 我願望的是什麼 小新嗎 小新 我願望的 那就給你 好 大家好 我是劉妍玲 我願視林一心 因為他有很好的廣大的男性朋友們 然後我要怎麼如何成為林毅欣 就是跟他一樣我要多運動 然後對上咖啡廳練書 謝謝大家 好,來下一位 謝謝,要發張指定您 那你指定哪一位呢? OK,好,來,小心喔 那同學你要指定哪一位呢? 最後一個,你要指定哪一位呢? OK,好,那你要指定哪一位呢? OK,好,然後就你是最後一位囉,是嗎? 這樣就結束了,試試 那誰都講 還有,剛剛指定你還是指定哪? 就講過了,就講 就你是最後一位了,是嗎? 大家都講,好,OK 我是劉思宇 我是劉思宇 嗯,我願 今天的題目說 我願是 我願是一隻自由的海鷗 呃,只為徜徉在 只為徜徉在 未來無影的海天之間 沒有束縛 亦無畏風浪 嗯,海,海,海闊天空總是令人神亡 嗯,因為,嗯,我覺得海,海和天意味著自由 嗯,但是,因為就是,很多人幾乎每一個人從小到大都會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籤 就是你要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去做對你好 然後我們就會按照預定,幾乎是預定好的軌道一直前行 然後按照,嗯,可以說是父母的計畫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計畫一直往前走 嗯,有很多時候就是,一旦出了軌道就會覺得 就會被人說,嗯,這個人就是受人非益 嗯,所以我覺得應該,每個人應該跳出固定的位置 然後去尋找真正的自己 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然後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而不是按照別人眼中的自己去生活 去,而去做什麼事情 嗯,嗯,就這些,謝謝 我們再來位 嗯,大家好,我是賴家榮,然後我今天是Seagraps 嗯,今天的屏幕是我任作無憂無慮在水裡悠遊的海豚 因為就是每天都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所以就是很想要找個時間放空 然後呢,嗯,因為我很喜歡游泳 然後也很喜歡在水裡 所以我就很想要變成一隻海豚 然後在水裡游泳那樣,對 然後因為海豚在水裡游泳的時候 姿勢非常優美 然後他們看起來也很快樂 然後他們就是會在水面上跳躍喵 所以他這樣的景色讓我非常的嚮往 所以我很想要變成一隻海豚 然後就是在水裡游泳這樣 對,謝謝大家 下一位 嗯,大家好,我是林依三 然後我音樂的是艾美 然後今天的節目是魯院士 那我覺得我院士是要乘風破浪的船 然後能在就是無音的海邊上 然後可以靜靜的去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 嗯,我覺得不用刻意去設定航向 就讓風這樣帶著我 就只要想去哪裡,就可以停在這裡 那我覺得每一次的停泊都會創造下一段全新的旅程 就對我而言,我覺得就是 船就象徵我自己可以自由的心裡 就是,然後海 嗯,給人一種就是無拘無束 然後自由的感覺 對,就不需要呃 呃,去限自己的心 然後就讓自己的意思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不需要還有假設性 然後我要真正解放自己內心跟假設 才能讓心增入自由的實現 最後一個嗎? 最後一個嗎? 是不是最後一個? 嗯,是啊 聽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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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但應該不是那個樣子 嗯,但應該不是那個樣子 嗯,大家好,我是周寒婷 那今天的題目是 我院士 嗯,我院士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 因為對我來說,嗯,越來越長大 好像讓我同時失去了一些套氣心 也同時失去了一些單純 嗯,曾經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某一個 某一年的入學的演講當中 那個校長提到了一句話 他說 進入普林斯頓 就是歡迎各位成為一個 繁老… 進入一個繁老環通的旅程 我希望我可以當那個 永遠都年輕 永遠都很單純 永遠都相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一個人 謝謝 OK 好 哇,你們很不簡單 至少你們做到言之有物 對不對 而且把握了提議 都希望我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把外語也講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到 好像什麼比較少 好比較少 可是異星好像也提到 先要找到一塊地 好像也找到了 所以今天老師講的 你們全部都做到了 非常的好 你要當煙火的人 你要當墓水的人 你要當魚跟樹的人 你要當咖啡廳的老闆 或者是庇護所 或者是當林異星 或者是海鷗 或者是海豚 或者是船 或者是長大的小孩 很高興聽到你們內心的聲音 那我也看到你們壓力很大 也很想放空 這種追求自由自在的心 這是可以辦得到的 那你們演做到兩個導遊路了 雖另外一個還不是非常的流暢 可是我覺得已經非常難得了 那更要佩服 有沒有人舉出立正呢? 剛剛有沒有聽到? 立正 有 對 對對對 還有有沒有看到優美詞句呢? 有沒有聽到優美詞句? 有 對 對 零魚是不是? 還有呢?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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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每一次的停留 來,請你再幫我們清下去 每一次的停留 都在創造一段全新的旅程 都在創造一段全新的旅程 今天你們也是這個樣子 老師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再跟你們 沒有辦法講到兩分鐘 我再統籌一下這個演講的 王妹的呈現 一號上台 挖衣服 就在這兒拉好了 知道挖鼻孔什麼都在這裡做好 沒關係 你不要再上去再來服眼鏡 再來這樣看一下鼻鼓 多麼都不要 就是全部都做好了 開始 上台 眼觀四面 不要只看老師 不偏愛我 不會很受寵若驚 看完了 深呼吸一下 但是不是 這樣給他 不要調整呼吸 我們當然要先問好 可是因為今天我們有時間 看是怎樣的場合 今天早上我講陳老師要跟同學 大家好 謝謝 那如果平常我們在這場所說 就這樣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在場的同學 大家好 我們在這裡 聲音就要高出來了 我剛果聽到 意思是蠻高的 現在我所要演說的題目是 我所要演說的題目是 我願是一隻海鷗 那你要給裁判休息一下下 當然今天這個都沒有你們的錯 因為我沒有教 上台時候我沒有教 然後等他們聽清楚之後 你就兩隻腳可以站穩了 兩隻腳比一隻腳穩 所以你這樣會不穩 兩隻腳比一隻腳穩 你可以偶爾怎麼樣一下都沒有關係 手要放下來 不要在這裡再來扶眼鏡 然後在這個樣子 我們還是會反 所以你還是對著鏡子講話 然後就開始講 流暢一點就比較好 那這個演講不是一性一造成的 我記得我剛進師尊的時候 連我自己的名字都不會講 您照男 您照男 我們同學說 你以後要不要教學 什麼您照男 您照男 您照男 就開始猛練 幸好我教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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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照 捲舌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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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就照人家隔壁浴室的人說 你在幹什麼 所以慢慢的才會調整成現在的樣子 所以一日三夜 三日九戀 九戀 兩字成鋼 這次廣告用我把他抄錄下來 好 那下課時間的關係 只能這樣希望對你有幫助 最後把你今天的畫畫的旁邊 寫下你的心得 簡要 然後交來給我 那你可以下課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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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